5日 加州州长纽森在长堤市北部的一处清扫加州工地现身 率领长堤市长及几位加州参众议员在现场捡食垃圾 推广清扫加州项目 纽森现场介绍了他治理加州无家可归危机的综合方案 并且表示已经在精神健康服务与精神健康患者住房方面 投入了创纪录的资金 近几周以来 州长纽森四处奔波 推动那些包括他所签署的预算法案中的各种项目 其中包括斥资11亿元的清扫加州项目 当天下午 纽森与长堤市长加西亚 州参议员布兰德·福特 州众议员奥当奈尔等与加州交通局工人 一起在710与91号高速公路交口处的利交桥下空地上减食垃圾 为了推动这一项目 上个月7日 纽森在北加州启动了清扫加州行动日 以让加州各个社区干净整洁 充满活力 纽森希望这一斥资11亿元的清扫项目 可以尽快移除加州高速公路旁的垃圾 同时希望以这笔资金资助地方美化环境 移除垃圾的项目 纽森表示 这一清扫项目将创造11000个就业机会 让那些无家可归者 刑满释放人员 退伍军人 学生与地方艺术家找到工作 走出目前的困境 在这一项目中 大约三分之一的经费将用来资助各市 县 部落与交通机构 纽森称 我们才开始已有400人被聘用了 以后将有1万人被聘用 众议员奥当奈尔支持州长的清扫加州项目 他表示 我们清理掉的不光是那些碍眼的垃圾 它们还是移动的危险物品 当你开车经过时 这些垃圾会损伤你的车 这也是公共安全问题 市长加西亚表示 清理垃圾关乎到整个加州从疫情中复苏 州长办公室表示 清扫加州项目是州长处理无家可归危机的一项多管旗下举措 投入了创纪录的资金 并且推出了创新方案 州长正在为以获准的一些资助无家可归者方案筹措款项 这些方案包括加门钥匙计划 该计划是为无家可归者增加住房的最大规模计划 其中包括了责任条款与资金使用透明化条款 州长表示 清扫加州项目为改造堆满垃圾危险物品的社区街道与高速公路提供了机会 并且前所未有的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了更加安全的住所与庇护场所 我们将实现承诺让人们从不卫生的帐篷中走出来 迁入安全可靠的住宅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